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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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换到我们现实生活中来说 在你很失落或者说需要帮助的时候 有一个你最好的朋友站在身边的时候我陪着你做完这件事 其实你内心是会很感动或者怎么样 会觉得还是我们会一直地去努力陪他去成就一些东西 不管你的秘密埋得多深 我们一定会陪你找到真相 我喜欢那种装装和那种战损那种装扮 我比较喜欢 我好几次给剧组说 我说能不能给我多点战损 因为咱们在拍探险剧啊 你说大家都穿得干干净净的 站在那也不太像事啊 对 你仔细去盖上我的那条裤子 就每次都是不洗的 上衬下衬都是很脏的 其实 鞋啊 这样的 因为其实不洗才好 因为这样才有探险的感觉 真是非常重要 毕竟现在做演员的话 还是就是以剧情为主 或者是剧本的需要为主 而不是为自己的形象为主 你演的是别人 毕竟是 不是说你要有点笑语量在里边 最吸引我的应该就是 可以把你自己的灵魂架接到另外一个人海人身上 互换角度 互换态度 去对待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演员 这应该是我现在作为演员最有意思的一点 比如说我不接张其林这个角色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去探险吧 去下洞吧 去见到什么蛇母 这些东西都不会见到 最难的就是 有时候有的灵魂不好下跌 因为我觉得身而为人 就是还是想每天平平淡淡的 开心心的过来一天就算了 但你说戏不会让你这样 就是一个自己拥捏碎 然后再重组的一个过程 就你明明今天心情很不好 但是今天一天的戏都是结婚啊 被自己这种开心的派对啊 你就得迅速挑选自己的状态 然后让你自己不再想这个事 把你自己扔入到角色里去了 今天这个角色没有发现这些事 就不要再去想 因为我当时有个老师给我说 他就说铁儿你走心了 你拍戏你就是60就可以及格 观众现在很会看戏的 不是傻子 大家都知道你有没有走真情实感 他就教我他说你就走真情实感 就去感受重新出发 其实每一部戏都有不同的成长点 就像拍中级笔记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对进口 或者说机器的一些位置 还有一些关系位上进步的追过 然后后面的戏就会 然后台词的那些轻重音 或者每一句话的重点 或者说有调 会更有进步 然后再下一部戏又是一种不同的风格 假如说喜剧 喜剧挺难免的 因为它节奏 你这句话必须得这个点说 你不说慢了半盘 就觉得没接上再来找 就喜剧得自己设计 而且得一本正经的搞笑 别人才会觉得你搞笑 我就想做一个 大家觉得是一个会演戏的演员 我想一些反叛 警察就严谦没演过的角色 尽量在年轻的时候 能治苦的时候 多在舒适圈外走一走逛一逛 然后觉得自己差不多了 再回到自己擅长的舒适圈 都挺